大家好,我是王文 我是居住在犹他州 烟湖城的地产经级 欢迎来到我的烟湖城地产频道 今天我来到Saratoga Springs 给大家派一个样板间 开发商是Torbrothers Torbrothers他现在在 Saratoga Springs的Redwood 进去一点点 他这个社区叫West Lake 现在整个社区准备 一共是要造44套 那现在房子呢已经卖的 差不多有卖了一半左右了 一半左右已经卖掉了 那接下来呢 有的是有一两套是moving ready的 以及是还有一些是 未开发未造的地块可以选的 还有一些是spec home 就是他给你 定制材料 给你量身就是选材料搭配的 有这几种的销售模式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 先看一下这套的样板间 你先看一下样板间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户型 以及他样板间 现在最流行的 用的材质啊颜色搭配 我们先来看一下房子的外观吧 Torbrothers呢 在这个社区一共会有5个户型 今天看的这个户型 它是叫做 Tuscarora 名字稍微有点长 Tuscarora 非常现代风 非常漂亮的 一个户型啊 它在这边的户型呢 跟在里海 Torbrothers Mountain 稍微有点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这边的户型啊 更加的 窗户更加的多 更加的现代风 那这个户型呢 它是市内一共会有4923尺 这个样板间呢 它地下室是完工的 完工的 5房4.5位 4个车库这个样板间 一般来说的房子标配呢 是三个车库 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吧 我非常期待这套摩登峰的 豪华大别墅 那它这边呢 还有一套moving ready的 价格呢 是在 80 好像刚刚他说是87万吧 90万之内的 90万之内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也欢迎我取得联系 我们现在看一下Tuscarora 这个户型吧 在我眼前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是两层楼的构造加个地下室 那右手边是四个车的车库 你看那个什么ladybug 哈哈 那是lady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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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嗯 近一点 红色的 那是lady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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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左手边的入户门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它这个室内四个车库户外呢 可以前后停 前后前后可以停多少辆 6到8辆我觉得 可以停6辆 5到6辆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这个现代风的户型啊 它这个社区啊 一般的站立都是比较大的站立 基本上在0.23个1亩左右 入户门 一贯的这个大气的入户门 进来了 哇 非常漂亮 Hey do you want to come inside 快点 好 进来以后高挑的啊 高挑的客厅 嗯 左手边 左手先看一下吧 左手呢 这里一楼有个房间 房间 这里是房间门口的 衣帽间 干事风铃 衣帽间的对面呢 就是它 对面就是它一楼这个 套房的这个卫生间 那这衣帽间对面呢 就是这个全卫生间了啊 台盆 马桶 里面有个淋浴房 淋浴房的瓷砖呢 是灰色的 呃 长端工业风的风格 然后这里有个窗户采光还蛮好的 里面呢就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卧室还是蛮宽敞的 非常的宽敞 然后这个灯很时尚很漂亮 花瓣型的 家具摆放 非常的精致啊 然后下面还铺了一个地毯 都很漂亮的那些家具 中性色灰色调的 好 然后这个这里呢 大门进来左手是楼梯通往二楼 我们现在呢先去 厨房餐厅客厅看一下 然后右手边 蒙郎进来右手边是一楼半个卫生间的位置 刚刚那个客户啊 离那个客厅啊 外面出来还有点距离 所以也比较安静 不会受外面打扰 这左手呢就是通往地下室 好就就是高条客厅 很漂亮吧 非常的漂亮 高条客厅 空间感很好耶 上面吊的这种 竹子边的 草边的竹子边的这个灯罩 灯 现在风大的餐桌 非常的宽敞 右手边呢这边就是 它反正是开放式的厨房餐厅客厅 然后这里就是开放式非常兼具 离客厅啊 连这个厨房间去非常宽的一个餐厅 这边墙上做了非常多的柜子 玻璃柜有展示柜 储物柜全部可以做到顶的啊 到时候就是也可以跟他要求做到顶 可能会加点升级的费用 很多的储纳空间 这里呢就是大理师的台面 它这个花纹有点像蛇纹一样的 蛇纹的颜色 大理师台面 柜子也是蛋咖的 会咖的 很时尚 很漂亮啊 非常大的 Waterfall的倒摊 非常专业的Kitchen内的六个孔的灶台 上面凑圆已经全部做好 微波炉烤箱 然后这边看一下 这边就是很宽敞的一个食物储藏间 像一个小房间一样的了 非常宽敞 这里呢就是车库进来的这个挂衣服的地方 一帽间 这里呢就是现在销售办公的位置 以后啊就是未来四个车的车库 它到时候最终样板房卖了以后 会还原成车库 给你全部还原好 我们看看这个大露台 哦 这厨房旁边非常不错 给你做了一脚是办公的区域非常不错吧 可以临时处理点工作上的事物 发个email啊 对吧小孩子跟别人坐下作业都是不错 大的露台 呃这里呢其实也是这个view也非常舒服 哦 它其实是个湖景的一个view 而且它这个大的落地的玻璃的门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它不是像一般的房子是四双的对吧 四折四双 它是三双的 每一双是非常宽的门 而且是黑框的 就感觉非常的高大上的感觉 我们去外面去这个露台看一下 看一下哇很漂亮的露台 也是户外餐桌很舒服吃饭的一个地方 跟朋友喝喝酒聊聊天 很惬意 然后这个房子也是应该是我烤basement 院子 算是比较规整吧 它这个区域都弄得非常好 那边是冬天烤火炉的一个地方 这里是草坪铺的草坪 然后这边是干嘛 这里好像是不是蹦蹦床啊跳的 跳的一个蹦蹦床 嗯 那边呢就是我们犹他州的湖景了 以及山景 犹他州的这个湖还是相当大的吧 非常好的一个社区 进来非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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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进来 是吧 啊 啊 啊 上二楼看一下吧 很非常宽敞通透的感觉 这个小猪猪不知道他们哪里弄的 很漂亮 去二楼看一下 这是一进门 进来左手边的 I'm not sure they have the kids TV 这是那个悬观 那都是地板 一楼全部是地板 去二楼 二楼上来呢 有个家庭厅 非常不错 小的一个 family room 这里全部是玻璃的 很像公司的办公室 非常棒 感觉是越来越豪华了 右手 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可以的 当然了你到时候买的造好 户型是这样的 当然不会像他装修成这副样子 他前面说这套房子如果现在卖的可能卖两百万 他我觉得可能说的有点浮夸了 有点吹 有点虚了 但是 这样一个装修 但是升级费确实 确实要花还蛮多的钱 我感觉升级成这个样子 包含他这个上面一些小的细节 然后进来以后这个卫生间是全卫生间 里面就是个套房 这是个套间 这是个套房 很漂亮吧 这是我们在外面看的时候 就是全部有很多二楼很多玻璃嘛 这是一个房间 非常的 通透 很舒服 是一个女孩子的房间 可以放个书桌 很漂亮的感觉 样板间 好 耶 往这边看 这边就是个office办公室 当然这个可以改成第二个卧室 也是可以 通透 这个玻璃啊 离这个外面客厅家庭里通透的 那到时候就是说 这边可以自己装个窗梁 把它跟外面给遮起来就可以 这个专心办公 办公室的旁边就是 也是个卫生间 二楼共享卫生间 双台盆 干湿分离 里面是马桶 浴缸淋浴 这是个卫生间 然后这卫生间出来以后呢 再往这边走 又是个房间 这是第二楼第三个的房间 衣帽间 二楼呢 一个家庭厅 三个房间 我们现在去地下室看一下 哦 这边还有呢 还没看完呢 这应该是第四个房间 这里是二楼的洗手间 洗手间 洗手间旁边是第四个房间 这个房间看一下是不是 主卧 主卧了啊 主卧是在 离所有的房间都老远的 哇 主卧的卫生间 这个户型还是非常完美的哦 二楼三个客房 一个主卧 一楼有个套房 一楼适合长辈住 长辈住 住在一楼 不用爬楼梯 我们看一下两个台盆 男主任女主任分开哦 这里一个方方 方方大大的浴缸 非常的深 很深的一个浴缸 是吧 很高的 很深的 耶 耶 handle be careful 然后对这个台盆的左手呢 是衣帽间 看一下这衣帽间的大小 它有身级 还蛮大的 挺深的 放衣服还是这个 蛮好的 抽屉啊 全部给 后面别的 就这一面有点浪费 这也可以坐个储备 一排坐满 然后这里呢 衣帽间旁边就是一个淋浴房 比较大的淋浴房 呃 怎么说 天花板的花洒 以及墙上的 对冲的花洒 然后 这里就是马桶的空间 马桶对面呢 又是另外一个洗手盆 浴缸在两个洗手盆的当中 就是个主卧 主卧做的是非常的豪华 主卧也挺大 我们现在去地下室看一下 你主卧是在洗衣房这边的 然后对面三个房间 所以私密性隐私是非常好 非常的安静 嗯 地下室 看一下它地下室的结构 地下室呢 这套两百间已经装修完了 好 去看一下 看一下地下室 在哪里 在这里 左手边 转晕了 呃 一楼二楼全地板 这个楼层呢 也是里板 wait for me you sheep you be quiet ok too loud too noisy 下来地下室是地毯 右手边 哇 右手边是个卧室 看一下 衣帽间 就是很可爱 一个这个叫什么bed啊 是叫方bed 还叫什么东西啊 上面是睡觉的 下面其实 它桌子写字在这边 这边很有意思 很好玩的 getter 然后这个卧室出来以后呢 旁边是啥呀 哦 这是一个什么呀 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左手边就是个family room了 家庭厅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空间 这个应该可以做洗房吧 我觉得 左手看一下一扇门 是地下室的储物空间 然后这是我靠basement的 比较大的一个家庭厅 很漂亮吧 在地面上呢啊 它有宽的这个 可以通往室外 那地下呢 就是比较高升级的地毯 这边还有个房间 左手 左手这个房间采光好 它是个套房 它是一个套房 呃 衣帽间 旁边就是卫生间 台盆马桶 呃 淋浴 这个房间窗是在 呃 上面可以开窗透气啊 可以开窗透气 地下室两个房间了 再往前 我们看一下这个家庭厅的 这个升级的部分吧 它这里呢是做的 贴的墙面的这种固定式的 呃 这个椅子啊 餐椅 椅子 然后大的圆形的餐桌 这里做了一个简易式的 柜子 下面是冰柜方酒饮料的一个冰柜 再往里走看一下这边 这边应该也还有个房间 哦 这边没有房间了 这就是地下室半个卫生间 这是半个卫生间 是公客厅室 对面 机房 地下室就两房一厅 两房一厅 呃 有一个房间呢 它是套间 然后我们后面看一下 这下面也也算是有个派对哦 下面也是个派对哦 放了一些桌子啊 椅子啊 聊天的地方 草地 给大家看见房子的后 后面长啥样 这边呢就是 它下面一个区域也算是 这算什么区域啊 不懂 哦 这是那个吧 烤火炉的吧 那边是个火炉的一个位置 也是休闲区吧 反正它休闲区还是挺多的 冥想 白天做白日梦的地方 对吧 做白日梦的地方 背面 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套房子户型特别好 What That's for the fire place for the winter They leave the fire 这是背面啊 4000多尺的大别墅 长这个样子 那这套房子 它当然是精装修的 做了很多很多的升级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然后您喜欢我今天拍的这套 Altar Brothers 它位于Westlake Sartaga Springs 这样一套 大独洞吗 然后它这边的房子呢 基本上都是 面积都比较大的 至少4000尺左右吧 往上的 一套套 占地也很大 院子都是比较 至少中等大小的 然后呢有5个户型可供选择 有 5个分隔迥异的 不同的户型 然后我觉得Torbrothers 在 由他就在这个价格还是算 不算特别贵 说句实话说句两清话啊 我们都知道离海Torbrothers 上面都到100多万了 对吧 现在你买一个Torbrothers的 比较新的二手房 多少 多少100万以上 一点 我觉得差不多1.1 1.2左右至少的 110万120万左右 然后他这边呢 只要 其实将是 84万 9900 就是85万 然后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自己做些升级 那最终的价格升级好 我觉得应该是 95个W 950个 95万是可以拿下来的 加密尤塔州 也算是 非常不错的房子啦 也算是一个豪宅啦 那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房子 或在 犹他州 盐湖 陈游 买卖房产需求 欢迎我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